嗨 大家好 我想跟大家今天來聊一聊 蔡英文到底有沒有博士學位 有沒有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學位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個事情 其實我本來不想談的 因為立法院已經開完公聽會了 然後立法院裡面 這個控方 就指控蔡英文沒有博士論文 也博士學位是假的 有幾位都出來說明 但是變方 蔡英文這方面沒有任何人出席參加 那蔡英文今天就很酸了 他說立法院是一個嚴肅的地方 它是一個審法按審預算的地方 不是個人操作選舉的地方 來諷刺說 昨天陳學勝跟高金素美在立法院開的這個 這公聽會 其實完全是選舉操作 那他也講說他的博士學位跟論文是真的 都是真的 問題是 你相信嗎 其實要證明是真的非常非常簡單 你只要把原始的博士學位的證書 跟當初你繳交到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圖書館 的這份博士論文拿出來 給大家看就好了 對不對 就這麼簡單嘛 你如果唸書像我們在美國我唸過兩個碩士 那如果有一個朋友在唸博士 甚至唸了十年才拿到博士學位 當拿到學位的時候 你巴不及要把你的博士論文給大家看 巴不及要送到圖書館去 那蔡英文怎麼都沒有呢 而且更荒謬的是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列為國家機密 所以大家不可以看 有這種事嗎 全天下有個博士論文 說列為國家機密 然後不給大家看了嗎 當然沒有 那畢業證書怎麼會有三種不同的版本 我跟各位說 畢業證書是這樣 如果你疑似再去申請 那個畢業證書還是原來的那個版本的樣子 不會有新的版本各位 你1984年拿到博士學位的畢業證書 你的博士學位證書 就是1984年的那個版本 不會有新的版本 那蔡英文有三個不同的版本 那請教各位 這個博士學位的證書 是真的假的 你相信嗎 所以基於這兩個理由 蔡英文今天真的很酸 然後她告訴大家 我的博士學位是真的 我的博士論文是真的 但是我相信 大家跟我一樣都不相信 那她今天講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 更是 不像是一個念過博士學位的人 因為 我們的一位教授啊 針對她的這個 博士論文啊 竟然講說 她的 這是 這是嚴正生 嚴正生學者 她說 蔡英文的博士論文呢 她看了 裡面有444個錯字 各位啊 博士論文有444個錯字 而且是在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論文 你認為 你認為 倫敦政經學院 博士班的教授 跟政經學院會接受 這樣的一個錯誤嗎 當然 蔡英文講說 過去是用那個老的打字機啦 也沒有軟體校正啦 所以這種錯字呢 是應該的 我告訴各位 不是只有這一點 蔡英文很多問題沒回答 第二個你是對齊左邊 還是對齊右邊 當時是用傳統打字機沒錯 那我們對齊左邊 就對齊左邊了 那你怎麼一會兒對齊左邊 一會兒對齊右邊 但更重要的不是這個 更重要的就是說 博士論文何其神聖 華根貴說博士論文是何其神聖 在全世界念書裡面 學術學院裡面 大學裡面 只要你念博士 你的博士論文 是不可以有錯字的 甚至文法都不可以有錯 你不相信你去念 你去問問那個 念的正式的這種學校 正式的大學 博士論文 如果有444個錯字 退回啊 根本不會跟你討論的啦 退回 還可以在上面修改嗎 退回 那人家會講說 唉 真的有這麼嚴謹嗎 我告訴各位 博士學位就是這麼嚴謹 我當時在念碩士 我們也是打錯字重來啊 所以有些地方可以用的 我就那個 立可白去蓋過以後 重新再打過去 老師在看你的文章的時候 他會去看的 有錯字他就圈出來 你錯字多了就退回 不用了 更何況你是博士論文 那我所以我要跟各位說 蔡英文啊 你真的 你真的 要誠實面對這個問題 否則你就是說謊的人 你就是騙子啊 你騙所有的國人 你過去做大學教授 你過去參加選舉 都是騙大家說 你有博士學位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它不只是所謂的偽造文書的問題 它是誠實 政治人物誠實的原則 也就是政治人物不可以去騙人 騙人去選舉 騙人去拿到大學的教授的位置 當然蔡英文心裡面會不會擔憂 我相信她絕對會擔憂 因為現在舉出來的證據太多了 倫敦政經學院裡面的議會圖書館 就是你畢業博士論文畢業之後 你的博士論文一定要交到 這所謂的 這個英國校方的議會圖書館 叫 Senate House Library 這裡面一定要有你的博士論文 那麼還有高等法律研究所 IALS 裡面必須要有你的博士論文 結果林環牆教授寫信去問啊 沒有你的 沒有你蔡英文的博士論文在裡面 你後來想盡辦法從側邊找一個 什麼協會什麼學校裡面 什麼一個單位 那是不曉得什麼人捐的錢 發的一個聲明說有 沒有 因為林環牆教授正式的寫信 到倫敦政經學院的議會圖書館 跟高等法律研究所 都去查 沒有你蔡英文的博士論文 你沒有交過 但是照規定 拿到博士學位 就要把你的博士論文要教